位于金融港西岸的金融地标出现 台湾自有尽到安倍八个大志引人注目 日本前首相安倍日前遇吃身亡 对于这位最挺台湾的日本前首相辞士 金融市长牛昌决定以金融地标点灯方式 表达台湾对安倍前首相的追悼与感谢 对于金融市政府的做法 民众多表示认同 因为安倍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 他其实都算一个蛮重要的政治人物吧 然后尤其是他其实对台湾来讲 其实他也是蛮友善台湾的 所以其实用这种方式去 表示一些敬意之类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安倍也是确实是说 台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很多事情都对台湾非常支持 所以说他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 尤其像我爸爸那个那一辈 我爸今年已经90多岁了 他日文非常好 所以他也非常喜欢日本 所以他的安倍的故事对他的打击 他也是心理上也是非常难过 我想说这也是我们一般的市民小民的一般的心声 因为收到他的二号我觉得就是蛮惯惜的 八号就是收到他那个不好消息 然后就是觉得很可惜 他这么好一个人就是这样离开 但是也感谢他之前为我们台湾做的那个许多付出 金融市政府官方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表示 金融地标在软硬体更新后可以配合不同时事 节日活动变换及呼应点灯 这次从7月11号到7月13号连续三天 用象征纯洁和平的白光点亮 金融地标来道令安倍 感谢这位日本前首相毕生对台湾的诸多帮助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道